在民進黨的包袱之下 我認為蔡英文總統可以撐到這個地方OK 所以實際上是美國也是這樣認為 這是在民進黨的包袱之下 所以他能夠在這個包袱之下維持這樣 我認為他已經是盡力了OK 但是對我來講我沒有民進黨的包袱 所以更比他更靈活 還有一點啦 我也認為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不管誰執政 大肆不會改變 會改變的是應對中國的方法跟態度 所以在外交方面我覺得 如果特別是指台美關係的話 我相信不管哪一組候選人 應該都不會有太大改變 會改變的是對中國的態度 民進黨完全不來往不對 國民黨太順從也不對 我們總是可以取到一個平衡點 所以常常在講 我們現在選的是台灣的總統 既不是中國的省長 也不是美國的州長 柯文哲昨天在專訪的時候 自曝自己內心還是深綠啦 那也說外交政策會維持小英路線 那這個是不是要包牌強前率選票 我想我們無意陷入這些口水 那如果認為蔡英文路線是對的 那就支持正版的賴清德就好了 請問一下有關就是實事的部分 因為你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你有講到就是說 未來你的外交路線 會延續蔡英文的外交路線 那想問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你之前多所對蔡總統的外交的政策 是有多所批評的 那這樣子會不會變成是一種大獵 那還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賴清德他也是遵循蔡總統的外交路線 那這樣你們兩個的路線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點喔 這分成 在民進黨的包袱之下 我認為蔡英文總統可以撐到這個地方 OK 所以實際上是美國也是這樣認為 但是第一點喔 這是在民進黨的包袱之下 你們那個黨先有台獨黨 剛剛有一大堆東西 所以他能夠在這個包袱之下維持這樣 我認為他已經是盡力了 OK 但是對我來講我沒有民進黨的包袱 所以更比他更靈活 還有一點喔 我也認為喔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不管誰執政 大肆不會改變 會改變的是應對中國的方法跟態度 所以在外交方面 我覺得如果特別是指台美關係的話 我相信不管哪一組候選人 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會改變的是非中國的態度 民進黨完全不來往 不對 國民黨太順從 也不對 我們總是可以取到一個平衡點 所以常常在講喔 我們現在選的是台灣的總統 既不是中國的省長 也不是美國的州長 好 我想要再問一個就是 你昨天有提到就是說 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 有人有找你錄 但是問題是像現在 國民黨他們還是一樣是堅持 就是他們有一個禁科令的存在 但是他們還是重申他們希望民眾黨的支持者 可以去支持侯康佩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 國民黨的這些小機會 再來接觸你的人 會有更多嗎 那你覺得這個未來有 模糊空間的可能嗎 就是這樣喔 選舉還有37天 你放心好了 最後三天就會冒出來 一般選舉 你知道喔 那個需要加持的都 不會現在拿出來 最後三天才會出現 好來 接下來 環宇 主席好 想提問一下 就是國民黨現在釋出 對郭董釋出善意 那自從上次軍院會談以後 就沒有看到您跟郭董 就是有任何的合作 未來會有合作機會嗎 在現階段喔 從那個政策的合作開始 所以兩邊的幕僚都有在聯絡 我倒覺得是這樣 郭董的智庫 特別是財經智庫 我覺得還是不錯 所以他在很多財經方面的 這種政策 你知道嗎 我們都會再拿來參考 我覺得直接套用應該不會差太多 那想要再詢問一下 就是國民黨現在想要操作安哲秀的效應 請問主席就是認為有可能嗎 操作什麼 安哲秀的現象 就是 想要 關於氣保的部分 我跟你講喔 這也是我們在這場選舉要思考的 國民黨現在大概 唯一可以操作就是氣保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啦 台灣真的還要再回到那一種 藍綠兩極對抗的選舉軸線嗎 還有一點啦 其實我非常清楚 如果這場選舉真的被搭回那個 我們的競選主軸是與藍綠對抗 我現在可以直接告訴你答案 贏的一定是民進黨 因為從統計上很清楚嘛 維持現狀的60% 30%裡面比較偏毒 10%比較偏銅 當然偏毒還有緩毒跟極毒 這邊有緩銅跟極銅 我想那個孫小雅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自己秀出那個數據 那就很清楚了 所以在台灣啦 如果要拿回這種藍綠兩極對抗的選舉軸線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最後贏的一定是民進黨 但是這樣啦 我們要思考看看 所以今天這個氣保應該是 氣藍綠保台灣 意思就是說 特別是對年輕的族群要思考一個問題 你們真的還要再回到過去 藍綠那個兩極對抗那個漩渦嗎 還是算了 我們就走向一台新政治新文化去 這也是有時候在公開場合在講的 國民黨跟民進黨 除了統獨意識形態以外 你知道嗎 你覺得他們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常說齁 這國民黨是 民進黨是國民黨化 國民黨共產黨化 所以人家說民進黨 那個就是模仿的國民黨 模仿的看起來很討厭的 等到變成真正的國民黨 我看我們也不會習慣 所以在老百姓的 特別是那種40歲以下的心目中 他們也是有他們的想法 來 中天秉鴻 主席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主席昨天專訪說自己是深綠 但之前主席才說民進黨比國民黨更可惡 想請問主席的立場是什麼 然後吳欣代也有批評說你民調下跌又要開始蹭綠 那主席怎麼回應 第一點喔 深綠是我的出生背景 我從來不避諱這一點 因為我是228家族 問題是齁 如果當台...我也常常用那個例子 我在台大當醫生 病人送到急診處 難道如果問他說 你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這也是為什麼當年邵小玲要幫忙 我們幫他裝夜客 連勝文中槍 我們也是幫他開刀 阿平有一天身心證 我們也是幫他看 所以是這樣 我們都有不同的過去 但是我們有共同的現在 然後下面一個問題 我們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一次 我跟你講我這一次你知道齁 在我們那個不分區立委提名 我真的是立排眾議 人家說阿你怎麼會讓那個 外配路配要進我們的那個安全名單 我說這是一種思想 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的社會 我再講一遍齁 我們都有不同的過去 問題是我們活在共同的現在 然後下面一題大家就要思考 我們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來 那另外主席另外一題 你有說你在... 藍白分的過程沒有做好 你覺得具體沒做好的是哪一塊 答應讓侯友宜念簡訊算嗎 這是這樣啦齁 第一點齁 其實不管是我或是郭董 本來期望的是說 啊我們有一個塑造一個 在野整合的團結形象 如果這樣的話 那今天這個選舉已經結束了 在野總大整合 那大家和和氣氣 那所以還有一點啦齁 我...當然 其實我們比較吃虧的地方就是 我們當醫生出身的 我們都別人當作好人 因為病人不會騙醫生 病人也不會害醫生 齁 所以在醫生的角度 他從來不會懷疑說病人要害他 所以我們在政治上齁 不要吃虧的地方 我們常常不會曉得說 人家要給他衝肝 我坦白講齁 那一天其實叫公開透明 公開透明說 啊我們齁 大家知道說我們有見面 我們談完以後 出來跟媒體宣布 那我說一來就在30支攝影機 100名記者前面就直接上擂台 那這擺明就是要來破局的 這哪也是來合作的 那只是說 我覺得那個就是鬧劇一場 而且太有心機的鬧劇 還要念人家的簡訊 這個都不是一個 正常的國家齁 有勝負的人會做的事 好來台市的平寧 主持人想問一下喔 因為你要來衝刺選情嘛 那要回歸你最拿手的空戰 那你現在自製的節目 KPTV今天也要上線 可不可以我們講一下說 這內容進行的形式大概是怎麼樣嗎 第一點齁 在台灣歷史上齁 從來沒有說 用這種 這種直播你知道 連續性的直播齁 來做一個選戰的方法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很簡單啊 我晚上回家齁 打開那個選台戲我都不敢看 其實每一台都在罵多文哲 天啊 你說一台罵就算了 每一台 那黃三燦說他要去買廣告 結果人家現在電視台連廣告都不賣我們 他不只是 不只是把那個新聞封殺 坦白講我今天 我看剛才算了一下 有18支CAMELA 不過你們拍回去 還是只有講我壞話的位置 就留下來 好的還是出不來 這怎麼辦 只要靠自己怎麼辦 只要弄一個KPTV 我們只要建立自己的頻道 至於內容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 要維持一個 我們一開始人也沒有很多 好不容易輸了器材 一個月一萬塊租給我們 天啊 一天一萬塊租給我們 因為這臨時要找什麼導播人才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很多是委壞 那 原則上是一開始是先做八個鐘頭 大概八個鐘頭 慢慢的慢慢再來齁 比較熟再慢慢延長那個時間 大概策略是這樣 你說為什麼要設這個啊 傳統媒體全部被封殺了 我還問他說一定要買新聞嗎 他說壞新聞是不用 我說那算了算了 好來那個金新聞 一軒 主席這邊想請教 因為近來多份民調 您在二十到四十歲的年輕票 是調的蠻多 那你怎麼看這樣的現象 以及說現在國民黨如果要操作氣保的話 其實也不太敢明目張 那你剛剛也提到說 如果操作氣保得力的是民進黨 那是不是現在 在他們對你的分寸上面 其實是有點頭痛 那你怎麼看接下來藍白之間的攻防 第一點齁 柯文哲是讓台灣所有傳統政治人物都很頭痛的人 因為我們代表這種新的政治新的文化 我們不太喜歡跟他們用那一套在運作 還有一點齁 這也是我們 的確你講到就是說 其實固然齁 台灣很清楚已經出現三個政治板塊 但是藍綠是比較固化 白的這一塊他是比較 流動性比較高 所以可以很容易聚集 但是要消退比較快 所以這也是在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要建立一個更理性的社會 他應該是可以理性的辯論 選人不選黨 然後選國家願景 選國家的歷史方向 而不是說 他就一輩子投民進黨 或一輩子投國民黨 他就 他就不太想改 所以回答你的話 固然台灣已經出現三個政治板塊很清楚 但是相對藍綠他是比較固化 白的這一塊還是比較浮動性 好來 下一位 下一位 想請教 你之前在節目上有談到說 2017年台北市大運不能放國旗 總統蔡英文能夠出席開幕式 是您用兩岸一家親換來的 那這句話怎麼說 會認為說自己被抹紅是委屈嗎 第一點喔 2017世大運 你知道 常常是這樣 常常媒體每天跟你抹紅 然後事後被發現 那個真的就是抹紅 我隨便講一個 黑衣人事件 他說那個有人拿那個 拿那個 那個什麼 台灣 不 象徵台灣的機子進去 然後就可以拖出去 我跟大家講 世大運的 只要總統到了 那個場地 你知道 他是國安局跟憲兵隊在管 那根本就不歸台北市政府在管 然後再拖出去 就開始造謠說 什麼是柯文哲的人把他拖出去 一年以後 法院判決 國安局要賠那個人十萬塊 我印象都是給十萬塊 問題是他一整年都在抹紅毛 所以這個是 柯文哲把它拖出去 你要知道齁 按照目前國際奧委會的規定 不可以有任何 含有政治意涵的機子進場 全世界 你知道每個國家 國旗就是廢旗 所以他們 因為國旗就是廢旗 所以他們拿國旗進場的時候 他們說這是廢旗 所以國旗是唯一可以 免於這條限制 再講一遍 國際奧委會的規定 不得不可以有任何政治意涵的旗子進場 只是因為全世界 都是國旗就是兼廢旗 所以這國旗被當作廢旗說可以進場 全世界這個國家不能進場 叫台灣 這也是跟對岸距離力爭 我說 我說在台灣舉辦 你要怎麼跟台灣人解釋說他不可以拿國旗進場 所以當時的 跟世大運委員會的妥協方案就是說 那這樣好了 廢場裡面 就是運動場裡面 不要進 但是觀眾席 還是給他進 你要知道 前一年那個 禮越奧運 有人批國旗進場就被趕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台灣在國際上有他的困難 這也是國際事實 但是我的態度 我們遇到困難 不是自暴自棄 也不是自我跑掉 我們應該還是要盡我們最大的力量 重返國際設備 不然台灣永遠是世界的孤兒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不是啦我跟你講 民進黨每天在抹紅人家 算了 不要再講 那個怎麼輕鬆舔台 輕鬆舔共 那個不要再講 好 謝謝 柯文哲昨天在專訪的時候 自曝自己內心還是深綠 那也說外交政策會維持小英路線 那這個是不是要包牌強前綠選票 可是他後來又談及到 又提到那個2017的台北世大運 他說不能放國旗 這是這個國際現實 但國際還是有敬到觀眾的喜 是因為 蔡英文總統能夠出席開幕式 這是他用 他覺得是他用兩岸一家新來換來的 不然蔡英文能夠上去嗎 那想請教總幹事 我想我們無意陷入這些口水 那如果認為蔡英文路線是對的 那就支持政黨的賴清德就好了 好 接下來還是議題 金新聞議題 還有議題吧 因為下午民眾黨要開記者會 包括黃國昌 他們是繼續的打說 賴副在違建議題上是說謊 還說他們有實證 我們怎麼回應 謝謝 他下午兩點要爆料 要開記者會 那我們也不知道他的記者會內容 所以下午兩點他記者會完 我們也會來做回應 我想現在我不知道內容 我無從回應請 謝謝 好 謝謝 是不是還有議題 待會兒還有一題 三立猶桃 想要請問的是 那個靖英委員 就是說這一次反饋選嗎 那因為您有提到說 過去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就是嚴加 就是可能有一些 跟您之間算是一個硬仗 那這一次哪 會不會說特別提防嚴加出一些什麼手段 我想其實他們現在就是在複製當年 在地方釋放錯假消息 用謠言 那用這個方式 當時他們罷免了陳柏惟 所以他們一直想要用這種方式 再複製在我身上 那但是我也 其實去年當選的第二天 我就在準備的這樣子的一個因應 所以去年當選第二天開始 我就積極在地方跑行程 跑出政績來 那到現在為止 不到兩年的時間 我們四十幾項的學校建設 二十幾條農水路改善建設 二十幾條水利排水改善建設 這些建設的經費跟速度遠遠超過 嚴先生他過去在立法院的紀錄 那包含我正在整備整理 包含我在立法院質詢的專業 我相信不論是在問政專業的部分 地方選民服務的專業度的部分 以及更清楚的是我們是清廉跟專業的從政 相對於我的對手 他們家二零一三年 因為貪污案判刑之後必須補選 到現在過了十年 我的對手現在又深陷在貪污案的官司裡面 我相信兩邊的風格跟兩邊的這個從政的能力差別這麼大 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在地方上其實我這樣講 我比較心疼的是鄉親 因為他們不斷的用各式各樣的這種抹黑跟謠言 我們的鄉親其實知道我們在努力做事 但是鄉親很困擾 因為鄉親不斷的被一些頭人在找他們的麻煩 那回過頭來地方的某一些意見領袖跟頭人 也被他們找麻煩 包含說一些頭人參加賴父的活動 或者是跟我們的一些競選的幹部有一些剛好是同荒合照 或是一起出席某一些場合 就會被嚴家打電話關切 那我相信地方的鄉親忍受這種莫名的壓力已經太久了 大家會期待明年一次的 把這種不應該出現在地方的這種家族勢力跟莫名的壓力一次掃清 好 謝謝大家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